就问多一点点,因为刚才你也有提过,除了Tesla,其实Apple也是比较看好的嘛 Marchartroom都是留言,如果Apple可以上网多少 其实Apple呢,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就着 就是刚才不是说的,手机业务,IDC那些就觉得很方便 但是Apple上面,首先它有 它用那个三架段那个手机不同价格 它真的打残了很多Android机,是的,即是很尴尬 或者反过来,它很成功,而且它刚刚出那份 就是Apple的议会里面,它们做了一个新的 那个晶片,其实真的好像很强,所以见了有一定的 一个憧憬,甚至再加一点 它摆明就是巴棍的一个光环 是的,我也不知道当然是它帮了巴棍,还是巴棍帮了它 是的,因为其实巴棍就始终不是一只基金的做法 就是Apple拿着它始终是佔一半的 其实这些平时基金还不可以这样做的 是的,正常来说,但是简单一点 那变成Apple上面,我觉得它也是 其中一只中长线应该可以看好的股份 那唯一一样东西是它昨天突破完过去这两个月的下降轨之后 收不到这条下降轨,其实抛一抛一抛 那不知道是不是市场气氛影响 那但是我当它如果真的突破失败的话 我觉得如果它今次去回大概155 这些呢,其实应该直播率都会高很多 还有对比较准备的